天气方面 秋楼虎持续发威 中午在新北三峡又出现了全台最高温 35.5度 不过明天就要变天了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哪些堤防可能变凉还下雨呢 记者何冠逸为您说明 接下来一周会有两波东北季风接连报道 温度会下降 而且降雨也会稍微增加 我们先来看到降雨的部分 其实在17号18号这两天 天气还算不错 全台湾是多云稻晴 顶多在一些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阵雨出现 那么关键的时间点是来到礼拜六的时候 就是因为封面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到时候像是北部东半部 都有可能会有明显的雨势出现 尤其台北 宜兰 雨势会特别大一点 到了礼拜天之后 其实这个东北季风还是有在影响 但是会稍微减弱一点点 带走一部分的水汽 不过像是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 依然会有一些雨势出现的情况 不过这一次呢 其实东北季风他们是分两波来报到来看到 16号 17号的时候 就会第一波报到了风力增强 那么第二波则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加上封面通过之后 到时候会影响到北部还有东半部 气温也会略降 不过特别提醒的是 礼拜二晚间 也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变天了 要特别留意的是降雨情况出现 那么温度方面来看到呢 其实主要变化比较大的还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来说还是有30度以上的高温 明天就会直接掉了下来 到了礼拜五之后呢 还是有回到高温30度以上 但是呢 礼拜六的时候 因为封面影响 加上东北季风 温度又会再继续往下掉了 刚刚提到呢 礼拜六就是因为有封面的关系 所以呢 北部还有东半部会逐渐转凉 那么尤其像是16号17号的时候呢 还有28 29度的高温 但是礼拜六的白天 温度就会掉到26度左右了 尤其呢 北部还有东部 温度急坠之下 有可能会降下大雨 还是要特别留意 那对收购组 相当友善的新清安 又会防贷政策奏效 今年第二季的买盘当中 25到35岁的年轻人 买气成长最多 年增率呢甚至超过了50% 记者何冠一为您说明 前阵子政府出众手打房 力道确实是不轻 不过后来又宣布 这个对象是不包括首购组 因此也造成近期首购组 成为了房市主力 好我们来看到呢 今年的第二季申请房贷 这个新增房贷样本呢 25到30岁 有7955个 年增率是达到了54% 平均房贷呢 则是来到了919万 而另外呢 30到35岁 则是有11569个 年增率也很高 是来到了52% 平均房贷则是有984万 那么另外再来看到呢 35到40岁 以及40到45岁 都平均会有来近1.2万个 平均房贷则是来到了 109万 以及1029万 看得出来呢 虽然用力打房 但是年轻族群是越来越积极的在买房 不过来看到呢 不动产业者就说了 其实现在的人是越来越晚婚 晚生 首次成家购物的时间也是往后推迟 因此呢 现在包括像是 即将迈入中年的 35到40岁的年增幅度 也是达到了4成 再加上新清安政策的助攻 因此导致呢 像是25到40岁的年轻族群 也成为了今年第二季市场的购物主力